是不是原本生意乱 原本岂有此理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最近一道演员综艺 我就是演员正在热播 节目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二个赛段 演员们根据自己的先级选择 聚目和番组 等级高的演员 能挑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等级低的 只有被其他人挑选的命运 上一期 已经进行了三组精彩的表演 虽然金子涵和李文汉的表演不尽人意 但鲍贝尔 马家琪和柯兰 张亦凡的表演 得到了全场的称赞 张子怡战队因此收获了一名大奖 下一期的竞赛继续 李梦 小沈阳 江潮和圣一伦 一起出演吕德水 他们的指导老师是郝磊 郝磊的教学方式很独特 他要求演员进行体能训练 圣一伦的体能比较弱 不要训练多久就累趴下了 郝磊看到后忍不住胸道 你是不是个爷们 最后圣一伦被其他演员迪罗汉压在下面 看到他生无可恋的样子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温奇来了 你最喜欢节目中的哪位导师呢 记得留言哦